柳燕老師,從戲劇到電影,從香港到好萊塢,從一個演員到一個製片人,您現在怎麼樣定義自己的身份和角色? 您是誰?您從哪裡來?您要到哪裡去? 我是個很簡單的人,我做我一所能極的事。 我是個好人,我是喜歡幫助人的人,喜歡以誠對人的人,可是我不是一個很好的製片人,也不是一個很好的商業的有計劃的人,我是一個很簡單的人,我是以誠心待人的人。 我覺得在這個世界上吧,有的時候太多的計劃也達不到,就是唯我能夠力所能及的事情。 我企圖做很多事,可是沒有很成功,因為我是個簡單的人,所以我就在這一生做能夠做得到的事吧。 您有非常多的榮譽傍身,得過很多獎,也得到了很多,有非常多的這種社會的美誼。 對您來說,這一路走到現在,還有什麼事情是您覺得遺憾的,或者說我還有沒有完成的夢想嗎? 最遺憾的就是,我本來想演《白鮮勇》書裡的每一個女性,因為每一個女性在她的書裡,在她的文章裡都有很鮮明的個性,都有很不同的一個遭遇。 嗯,可是呢,那個時候呢,我們組織了一個叫四傻公司,這個製片、編劇、導演、主演,我們四個人,就說我們都不要報仇,我們只要有人投資,能夠讓我們做成我們心裡想做的這個製作成本,就可以了。 可是就是這樣,也沒有做成,所以這個四傻公司呢,就等於有白組織了,也沒人來支持我們,最遺憾了。 因為每一個角色,我想我都能演得很好,而且,嗯,現在都沒有,就是這個夢想永遠不能成功了。 嗯,在我介紹這個,嗯,在我介紹這個,嗯,白鮮勇的那個,嗯,故事,他現在叫做《最後的貴族》,給謝靖派。 那麼,白鮮勇就說,你從前我們這麼想要,你要想演這些故事的人物,可是現在你,我給你嫁個角色吧,嫁個媽媽吧。 所以在那個裡頭,我就演了一個媽媽,就等於是,嗯,彌補了我們從前四傻公司的時候,想要做每一個角色,都沒做成。 這是媽媽,給你的陪嫁,希望你嫁個好丈夫。 媽媽,為什麼會叫四傻公司? 因為我們覺得我們都是傻瓜,因為人家要拍戲是要賺錢的,或者是,嗯,有別的目的的。 可是我們這四傻瓜,錢也不要,只要完成我們的意願,可是都沒有能夠完成。 在您合作過的導演或者演員當中,有哪一位是您覺得印象非常深刻的嗎? 我從,最崇拜的導演還是李漢祥導演。 他對中國的歷史,美術,是嚴格這些,他都非常有研究。 對於他拍的這個傾國傾城,我覺得,無論在服裝方面,在道具方面,製景方面,他都有非常正確的,有美的感覺。 所以您比較喜歡的是,比較尊重的是這種有專業度的,有審美的導演。 對。可以這樣理解嗎? 嗯,還有最近我拍的那個摘金奇緣,那個年輕的導演。嗯。 我也非常喜歡他。他實在是一個非常好的導演。 因為他能夠利用每一個部門的人,他們的專長,善於尋尋善誘的,讓演員發展他們自己最好的方面。 所以我覺得他真是一個非常有啟發性的導演。 而且能夠領導各界合作的導演。 在您剛剛參演過的這部摘金奇緣裡面,您又是有一個非常從容的,很霸氣的一個形象在裡面。 您怎麼樣看待這一部電影裡面,它描述了這種華人世界非常奢華的一種生活景象。您怎麼樣看? 這個戲呢,它是說到新加坡的這個家族的事情。 新加坡他們那個時候也沒有這麼奢華。 不過這個拍片子呢,要讓人家看著高興,讓人家看著有興趣,對吧。 所以我覺得他拍的很有看頭,讓你又能哭又能笑的。 而且也讓人非常羨慕那些人的豪華的生活,對吧。 您自己會羨慕豪華的生活嗎? 我是個簡單的人。 我覺得生活只要自己舒適就可以了,並不見得要非常的豪華。 豪華未必能夠舒適,能夠適應自己喜歡的,自己欣賞的就可以了。 在很多的這種,好萊塢的製作呀,等等裡面啊。 如果有華人演員參演的話,往往在中國大陸以及在海外是有兩個播出版本。 您怎麼樣來看待這樣的事情? 這個是不可以的。 我們現在已經跟好萊塢提出抗議了。 以後不會再有這樣的事情發生。 因為這是非常不道德的。 在中國利用這些人的聲明,而在外國把他們就完全沒有了。 我去了。 你已經演過這麼多的角色,參演過這麼多的電影。 如果現在在有一個劇本拿到您面前,您想像一下您還會被什麼樣的東西打動? 會不會這個感受會頓感一點? 現在我能夠演的只有老太太了。 所以非常limited。 可是我非常高興,就是在上個月吧,我才完成《紅龍夢》裡的家母。 這個在我的一生裡頭是一個很重要的一齣戲。 因為這是我們中國的名著,我們中國的文學的劇集。 能夠在裡頭參加,能夠在裡頭做這個賈母的角色。 而且跟一個非常有修養的女導演一塊合作。 跟所有的這個其他的角色,都是十幾歲,不出二十歲的角色。 他們都是從學校剛剛畢業的新秀。 跟他們一起合作,我覺得我非常幸運能夠有這樣一個機會。 胡導演讓我非常敬佩。 他能夠知道這個演員,這個就是他的極限了。 他不太要求。 我特別好奇的事情,是您作為一位女演員,同時也作為一位母親。 您也有自己的女兒。 有什麼東西是一個女性傳給另外一個女性的嗎? 我覺得女性在一個國家,在一個家庭裡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人物。 因為以後的後代,就看這個媽媽是很有影響的一個人物。 你的後代是怎麼樣教育他們? 怎麼樣讓他們成為一個有德? 和追求正義,追求自己喜歡的事業。 怎麼樣工作。 這些都要在小的時候灌輸給他們正確的這種的思想。 所以我覺得一個女性最重要的還是影響後代吧。 這個小孩不是到學校去學的時候開始她的這個個性啊,人生啊,人生觀啊。 她從小耳熏木染的是家庭的教育。 所以這些呢,我覺得作為一個女性的話是有很大的責任。 所以對於將來我們的國民呢,是有很大的影響。 我覺得這個還是最重要的。 您的骨子裡面可以說是一個傳統的女性嗎? 我是一個很中國性的女性。 我還是受中國的教育吧。 有中國的傳統的思想,沒有像現在這麼開放啊,這麼自由。 作為一位女性,一位女演員,您怎麼樣看待老去這件事情? 老什麼? 老去,年齡。 年齡。 您擔心自己的老去嗎? 我倒是不擔心。 因為每一個年齡段都有,在戲裡頭都會需要這樣的人物。 演戲不是就做主角,是吧? 那麼你要是做一個綠葉也要好好地可以襯托,把這個戲裡的其他角色的戲給它襯托好。 這也是一個演員的基本的應該做得到的。 不是做戲每一個戲都要,一定是要做主角的,是吧? 但是你喜歡演戲,就無所謂。 只要把你當時你的角色演好就可以了。 。 您還有什麼樣的話,是在以往的訪談當中一直沒有人問到,但是其實您一直想表達出來的嗎? 我沒有什麼想,沒有特別要表達的。 就是希望每個人做人都有一定的原則,不要就是以錢為最重要,才要取之有道。 這個道理呢,應該我們自己心裡都有一個尺度。 什麼是應該拿的,什麼是不應該拿的。 不應該拿的,即使放在你的面前, 引誘你,你也不要去做。 做事情要有原則。 嗯。